人间最美味的食物 不是山珍 也不是海味 更不是哪个酒楼大厨的拿手菜 它就在你身边 在你父母 妻子 家人的手里 当你在外面累了一天 回到家里 你的母亲 妻子 亲手为你做的热腾腾的食物 便是人间最美味的东西 是你最应该珍惜的食物 我不希望大家都到领老了 才像老圣上这样 却寻找那道心里最惦念的味道 所以我想说 珍惜你身边 为你做食物的亲人吧 珍惜每天晚上 放在你手上的那道食物吧 比赛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的人 不管是台上的贵宾席上的嘉宾 还是台下的评委和厨子 连处看热闹的众人 都养着头 看着台上的老爷子 脸上深深的动容 是啊 这世上最让人惦念的味道 就是小时候母亲做的某道菜 或是妻子亲手做的那一道鸡汤面 这样的食物 是用最诚挚爱恋的心 精心烹制而成 里面有着浓浓的爱的味道 这才是人世间最鲜美 最让人铭刻在心的味道 袁天野站在贵宾席上 望着另一高台的那道 窈窕的身影 心里翻涌的感情 差不多要把它淹没 他自幼被伯父所害 一个人在西邻国生活 虽然身边也有护卫 奴仆 却终是填补不了他对于家庭生活的渴望 他想父母 他想北燕那个温暖的家 他想要快快长大为自己报仇 然后正大光明地生活在父母的身边 于是他努力地学习军事谋略 他苦练武功 训练属下 可最后 小时候被毒害的仇终于得包 他却回不了家庭的怀抱 往日最让他怀念的温暖的亲情 在权势面前 划成了一条巨蟒 冷泻无情 一点点地搅紧他 让他窒息 是前面那个窈窕的身影 燃起了他对生活的希望 他想要用他宽阔的臂膀 为他遮风挡雨 他也用他那双桥手 在寒冷的夜 为他做了一道道热腾腾的美味食物 填满了他空洞而冰冷的心 在这个世界上 他只有他 而他也只有他 他们将会组成一个家庭 他们将会有孩子 他们将会拥有这世界上 最温暖 最幸福的家 他此时 比任何时候都想要与他紧紧相拥 比任何时候都想要与他成为 真正的一家人 透过微微有些湿润的眼帘 他忽然看到林小竹转了个身 向他这边看来 两人的目光 隔着十几米远的距离 隔着许多无关的身影 在空中摇摇相撞 此时不用任何言语 他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心境 接下来 老爷子把其他的 私民选手的表现 说了一遍 排了名字 便宣布了比赛结束 来丫头 跟我到那边抬上去 鼓励了其他厨子几句 老爷子便向林小竹招了招手 到轩原城好几天了 林小竹一直就想见见老爷子 却一直没有达成心愿 此时见老爷子叫他 自然是满心欢喜地跑了过去 仰着脸 道 老爷子 您这徒弟没有给您丢脸吧 哈哈 你这小丫头呀 老爷子俯着胡子 大笑起来 一拍他的脑袋 表现不错 没让我失望 走走 咱们到贵宾席上去 说完转身下了台 朝贵宾席走去 林小竹连忙跟上 虽然宣布比赛结束 但老爷子没有过来 大家都还在座位上等着 没有人起身离开 此时见他过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姑娘 看样子正是刚才宣布 获得第一名的那个 大家都诧异地看向老爷子 便是知道 林小竹身份的萧文卓 都有些意外 不知道老爷子 为何要把他带过来 难道是因为 他是袁天野未婚妻的缘故 唯有沈子义的眼睛里 露出了了然的神情 来 小竹过来 老爷子停住了脚步 向后面招了招手 站在他身后的林小竹 上前一步 站到了他的身后 各位 各位 请容老头子 介绍自己的孙女 给大家认识 老爷子 环视一周 见大家都 看向他 这才 清了清嗓子 大声 开口道 大家 猜得 没错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 漂亮的小姑娘 便是我的孙女 林小竹 林小竹的嘴角抽了抽 分别这么多年 他差不多忘了这位老爷子 跟个老顽童差不多 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介绍的是什么大人物呢 不过老爷子 竟然这么隆重地介绍 再如何 他都不能失了老爷子 和自己的面子 脸上露出最标准的微笑 落落大方地 向大家优雅脸 认得一幅 失了一礼 我说圣上呀 您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 极漂亮的孙女 我怎么不知道 人群最前面的位置上 坐着一个跟老爷子年纪差不多的老人 对他打趣道 老爷子得意地仰头 哼 我这天下第一派说的徒弟 自然要在他拿下 天下厨艺大赛的第一名的时候 才隆重介绍给大家 说着 他转过头对林小竹道 乖孙女 把你的玉牌拿出来 给各位伯伯叔叔们看看 林小竹指得 乖乖的伸手从脖子里面 将玉牌掏了出来 拿在手上 向大家展示了一下 玉牌 大家看着玉牌 再看看林小竹 一个个收敛了笑容 举都惊讶不已 老爷子喜欢守徒弟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却不知道 他竟然将玉牌送给了这个徒弟 这个林小竹 到底是哪里投了老爷子的缘 竟然让老爷子把玉牌都送给了他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处义高明的缘故 老爷子抬起手来 乐呵呵地拱手道 各位 往后我孙女 要是到各国去做生意 或是游玩 请大家 看在我老头子的面子上 可要多多照顾他 不要让人 欺负了他去呀 大家赶紧拱手回礼 道 自然自然 那是自然 圣上的孙女 玉牌的只有者 那便是我们宣元朝的公主 地位可是不比我们在座的地位 还要尊贵几分呢 热情款待还来不及 岂敢怠慢 那就多谢大家了 老爷子道了一声谢 又乐呵呵地道 趁大家在这里 还有一件事 我便一并宣布了吧 他指着林小竹 道 我这孙女儿呢 下个月十九 被要成亲了 还请大家到时候 一定要到宣元城 来喝一杯喜酒哦 我这次